我們看第12題 他抹身做共鳴空氣柱實驗 共鳴管的長度 這是一個共鳴管 總長度是100公分 當空氣柱的長度 有0,逐漸增加 側的共鳴使空氣柱的長度如右表 就是說 A管一開始 應該是 AX AX一開始的話 第一次共鳴是20公分 第二次共鳴是62公分 所以他節點跟節點之間的距離 是多少呢 42公分 加起來剛好是60公分 那節點跟節點之間的距離 就是半個波長 也就是1 2分之1 A 這是42公分 同樣道理 這是BX的 節點跟節點之間的距離 2分之1 B反彈B 這是38減掉12 這是26公分 26公分 現在他說 AX的頻率是400 等於400 那BX的頻率應該多少 在同一空氣裡面,聲數是固定的 聲數是Fa,蘭達A 也會等Fb,蘭達B 那我就可以算出B音X的頻率 Fb等於多少 Fa是400 A除以蘭達B,42除以26 42除以26 就把它除過去,蘭達A除以蘭達B 一除是42除以26 這樣一除是 2的12的2 是3 沒有辦法除進 我把它算一下 21 乘以400 除以13 646 646.15 大概646赫子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是問說 實驗室的溫度多少 那我們就算上波數 波數 V 就等於 Fa400 再乘以蘭達A 蘭達A是多少 82 蘭達A是2乘過 84 蘭達A是84 乘以4公尺 84 乘以4公尺 84 乘以4 等於 這是336公尺 公尺 第三小題 此共鳴管所能產生共鳴 音差的最低頻率為何 就是說 理論上 管口這裡應該是波幅 不過通常 波幅的話 一實驗的話 會比管口稍微高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真正的是在這裡的話 這個應該是這個一半 但事實上沒有 這個半個波長是24 所以四分這個波長 就是21 所以波幅 應該要在這裡 也就在什麼呢 在管口上面 一公分的地方 一公分的地方 那現在 大家問說 此共鳴管所能產生共鳴的 音差最低頻率 頻率最低的時候 就是說 整個是四分之一個波長 這個第三小題 就四分之一個蘭達 這我叫蘭達 我讓他 一公分 頻率最低的話 就是波長最長的時候 整個管子 整個管子的話呢 是等於四分之波長 當然他再加上一公分 就是說 四分之一蘭達 就等於100厘米 100厘米 所以最低頻率時候的波長 是等於400厘米 400厘米 400厘米公分 那就等於40.4公尺 這個時候的最低頻率 有F 是V 除以蘭達 F 讓好 那我用的是336 336除以蘭達 是40.4公分 這個就是答案 336除以多少 404公分 404公分 應該是4.04公尺 這4.04公分 所以應該是83.16公分 83.16公分 大概是83公分 83公分 哇 這個是最低頻率的